好回到藍薰時金 又到了每個禮拜一 我們談美食的單元 在今天照例的是每個月一次吧 愛飯團的美瘦女團長 許欣怡在我們的現場來 大家早安 早早早 好這個 欣怡期 這段時間真的比較忙一點了啦 對啊 先前我問她的時候 哇塞 可以打文字了是不是 哈哈哈 疫情的關係 因為你們本來都常常帶人出團 到國外去嘛 對不對 出國到國外 還有就是國內的參會 那幾個月疫情嚴重也不能辦 真的 對 所以我們就有一種 大眼瞪手眼的感覺有一段時間 不瞞大家說 我們那段時間已經開始做起了 家庭手工藝客廳級工廠 哈哈哈哈 我們公司開始做起了手工泡菜呢 那這樣子 這樣子也還不錯啊 老實說啦 我覺得其實就是一個 跟團員之間的分享 但其實 就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覺得可以解除一些 員工的內在焦慮 是 坦白講 我覺得創業是辛苦的啦 因為我看的心仪創業 我就覺得真的是 創業是辛苦的 然後呢 就算心裡很焦慮 外表要假裝堅強 也不是堅強 就基本上就把眼睛一閉就要過去了 哈哈 真的 所以幸好眼睛一閉 現在開始慢慢慢慢 對 比較熱活起來了嘛 好 所以呢 開始有些參會啊 有一些事情也開始在辦了 有些國內的小旅行啊 開始了 嗯嗯 就還蠻好的 搭配這一波 這個爆炸性的復甦 這個就是國內的小旅行 可以順便去吃吃喝喝 我覺得還蠻好的 好 那我們呢 就順著這一波 就來到接近的秋冬 然後呢 天氣開始涼了 那大家會想吃什麼呢 會想吃火鍋 就是 一定會想到火鍋 但是其實老實說 有時候熱天也會想吃 但是我今天要講火鍋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大家不知道發現沒有 其實最近餐廳爆南丁 是要去這樣子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是那種 爆富心 是真的有爆富心的消費 現在最近反而火鍋好像 欸還可以 還至少訂得到 還可以 喔你是要講這個 對我是要告訴大家 半天說 欸忽然朋友想聚餐 我那天想吃好吃的燒肉 我連打了五個餐廳的電話 而且是下午三四點而已喔 就完全沒辦法 在我不想 就動用惡事業的狀況下 我是吃不到燒肉的 真的喔 欸你這樣講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要逆勢思考 就是說 欸這個時候火鍋 因為還有一點點熱嘛 這個就是臭老虎的尾巴 可他還訂得到 再一個就是說應該開始有一點涼了 去吃剉冰應該也訂得到 對也可 欸真的台北現在有家剉冰店排隊排很久喔 真的嗎 下次我們可以來講一集這個 是嗎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你講一集就叫冬天的時候 要講剉冰就是了 對就是不管 無論東下 就讓你一直排 一直排 一直排排到天荒地了 就是故意要大家逆勢操作 好啦 所以呢今天呢 還剛開始微涼而已喔 所以呢 火鍋店應該還不至於呢 都要排隊 所以我們就來聊聊火鍋 先講最 最難忘記 最棒的 最古典的 最古典的 其實酸菜白肉鍋 我覺得大家可能說 欸這個很多地方都有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真的我覺得這幾家 這古典的店就是像我們講的 都一處 對 還是最古典的 因為它 它其實最講究 酸菜白肉最講究是什麼 酸菜啊 酸菜 對啊 酸菜要是自己醃的啊 對對對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白肉 很多人講白肉不就是豬的五花肉肥肉肥油油的不愛吃 要跟大家講 其實那個白肉真的不只是五花肉 那個肉是要壓過的 而且要汆燙過的 欸其實你沒有講 我也沒有去細舊它 我只知道說吃起來 但有一點點脆脆的才是好吃的白肉 你自己去買一塊五花肉切切看 就算你冰了切也不可能是脆脆的啊 真的啊 因為我本來沒有去買過豬肉 所以我不知道 好啦 所以它為什麼這樣處理啊 它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要在酸菜鍋裡面燙嘛 第一個就是它已經先處理過一次油 第二個就是它要壓 把那個油又稍微壓過了一點 然後其實它的皮上是有處理過的 皮上是有刷一些醃的 要不然的話你試試看 你自己買的豬肉 你那個切完之後 那個皮是咬不動的 但是酸菜白肉裡面的皮是咬得動的 是真的呀 對 你這樣講才知道欸 所以為什麼不叫酸菜豬肉火鍋 叫做酸菜白肉火鍋 那個白肉其實是專有名詞 但是它只有在吃酸菜白肉 白肉的時候才會這樣子用這一塊肉 會就這種方式去處理它對不對 你也可以炒酸菜白肉絲 對 沒錯沒錯 還是有的還是有的 但是其實這塊白肉真的是有這個特別性的 那用什麼東西壓啊 石頭啊 真的假的用石頭壓 但是其實試圖童們 因為我們壓 醃酸白菜的時候也要用大石頭壓 這大石頭壓在缸裡面 對 而且那個石頭其實還有一些講究 那個石頭不能是那種孔洞太多的 因為黴菌容易蹭進去嘛 所以還要找那種漂亮的大塊的石頭壓著 把那個鹽分壓 就水分壓出來 那它真的是同樣的 壓泡菜的同時去壓肉嗎 還是不是 以前應該是這樣 現在應該有別的替代方案了 對對對 所以先壓然後你說再去 那個皮要處理 處理過 處理過 對這樣子 所以好吃的酸菜白肉其實酸菜好白肉好 其實其他的都是配角 真的 其實回想起酸菜白肉鍋 我也很少吃其他的什麼東西啊 這樣就喝湯了 那個炸小丸子 哦 是小的石頭 對 那個真的叫炸小丸子 那個東西其實也是都一處的拿手 我每次去一定要吃一盤 然後沾它那個花椒鹽吃 欸它不能夠叫小的石頭 它一定要講 炸小丸子 炸小丸子 我去吃過 我每次都說它是炸的小的石頭 老闆會生氣 他都沒有跟正 我還在心裡面氣在心裡面 老闆會生氣 因為如果你是常客的話 都一處是有石頭造菜 但是不在菜單上 但它的石頭很特別 它的石頭一盤就是一個 那徐老爹有他自己的理論 他就說 獅子不是群居的動物 一個群裡面只會有一個公獅子 所以獅子頭一盤只能有一個 不能有兩個四個 這不合常理的 這是不懂獅子的人做的獅子頭 真的 我是完全模仿它的語氣 真的 他還蠻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那問題是我們一群人去吃種 可以吃好幾群的獅子 但是他就一個 但是老實說 他的石頭真的也有他厲害的地方 他不炸過 然後沒有炸過 但是呢 是有那個肉的煎香的 而且那個肉呢 非常的軟 你簡直說拿湯匙匙筷子一份 而且很大一球 不你這樣講我想起來 到嘴巴裡就化了 那一次他可能是因為真的是 老客人不是我是另外的朋友 他上來四顆耶 四顆但是是 我們一群人 對但是很大 對很大 那一顆大概有個直徑20公分 真的真的可以切著分著吃 對 是這樣子 OK 還有分大的獅子頭 跟小的炸丸子 炸丸子呢 通常我們這種炸物 在台灣一般店裡都是配胡椒鹽 它是配花椒鹽 現在Uber E的多一處也有 非常建議大家 那個炸丸子 就算到了有點冷 吃起來哇那個香度 還是非常好吃 對 而且你吃不完可以留下來煮火鍋 就是酸菜白肉鍋裡面 真的 還有一個要跟大家解釋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酸菜白肉鍋裡面 有時候會看到有一些蝦子 有一些蟹 對 但是他就講說 哎呦這個蝦也沒有很新鮮蟹也沒有很好 為什麼這個材料不好 但是那個其實純粹是為了成就它的湯頭 呃我感覺就是在吃這樣子 我不太吃那一吃 對那其實不用吃 但是老實說 酸菜白肉鍋裡面要是少了這點海味 其實是少蠻多東西的 是 對 它這很好玩 它雖然煮的是白肉 沒有煮海鮮 但是它的湯底下的這些海鮮 就所有裡面煮的凍豆腐啊 粉條啦 對對對 具有這些海鮮的味道 是是是是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平衡 哎 你沒講我也沒有 真的是沒有特別去細舊 但我就真的是裡面的海鮮 我比較不吃 嗯然後呢但是它那個湯 我超愛喝 對 就是好鮮好鮮哦 對對對 而且湯很好玩 就是煮一煮之後 哎 酸菜不夠 通常都還要加酸菜 像我們這愛喝湯的對不對 是啊 大概吃一點肉喝一碗湯 吃點肉吃點豆腐 再喝一碗湯 所以可能還要再加酸菜 嗯 還有一個教大家判別 就是酸菜白肉的酸菜 是不是自己醃的哦 嗯 其實現在台北有一些名店 其實已經不是自己醃的 因為其實哦 自己醃的酸白菜 它比較不會有那個醋的嗆味 它比較溫和 因為酸白菜是個自然發酵的東西 它其實講起來它是乳酸菌比較多 嗯 乳酸菌其實我們想就是養樂多的味道 嗯 所以它那個酸是像養樂多那種 滴滴啊 酸的味道 嗯 但是你如果想到白醋的醋酸 嗯 醋酸的味道 兩個菌種是不一樣的哦 所以說你你喝酸菜白肉鍋湯的時候 你喝到那種醋酸的味道 登登 它就不是自己做的 或是說它在醃著過程當中 它可能加了一些醋讓它更快的 達到它要的酸度 所以 它沒有辦法慢慢的讓它發酵 所以真正酸菜白肉鍋裡面的酸菜 它完完全全沒有放醋啊 沒有 它就真的是直接發酵出來的味道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難呢 嗯 因為 呃 其實酸白肉大家都冬天吃嘛 嗯 那其實台灣冬天都不冷 所以其實 你知道那個發酵的時間有的時候會搞得很久 而且熱的時候其實發酵是危險的 容易長雜菌 哎 對啊 只要一長雜菌那枕缸就丟掉了 嗯 所以為什麼還願意自己做酸菜的店家 嗯 我們都要給予相當的尊重 但是你真的只要喝一口湯 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醋酸 還是乳酸 嗯 這個我覺得大家現在就應該就會試了 嗯 真的 你在想是養樂多還是公園醋 哈哈哈哈 這個就很好分了對不對 很好分 這樣就很好分了 嗯 ok ok 好 所以呢這個多一醋的酸菜白肉鍋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它很棒 不過事實上多一醋 很多菜都很好吃耶 只是不好定就是了 哦 它的蔥油餅很好吃啊 蔥油餅非常的限定啊 對啊 對一天六張嘛 對 那它有什麼 呃 搭蓮 對搭蓮 搭蓮 搭蓮 對 就是我們講說炸的四方形的超大鍋貼 是是是 就忘記它的名字 你就說那個那個那個 他們就會一直跟你上了 很可愛的是你知道這個Uber E也有 啊真的嗎 這也有嗎 還有一個 多一醋 我們雖然今天不是這個主題 也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多一醋的酸辣湯 那個是我的 我的台北最好的酸辣湯 而且 我覺得現在已經變得有一點的香愁了 雖然明明就不是我的故鄉 哈哈哈 台北的香愁 好 因為酸辣湯呢 其實我們講 現在一般的水餃店的酸辣湯 你知道會放什麼 會放榨菜絲啊 筍絲啊 就是所有可以放茄子絲的東西都放進去 金針菇啊 有沒有什麼都放 金針菇 很多會放 因為它好切嘛 ok啊 是好切 就條狀嘛 對不對 但其實 我有跟學老師聊 他就說不能亂放的 這裡面 當然就是 就是紅白豆腐 對 但是要放一些乾的金針 它有一個字 紅白豆腐也就是說 壓血 壓血嘛對不對 很多現在都不記得有放壓血 要有壓血才好吃 壓血 豆腐 好 這是 這是基本的 對 然後有一些老魯 有些老魯 然後呢 它的金針 重要 因為那個微微的酸度 那個是酸辣湯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東西 還有一點點肉絲 一點點肉絲 然後呢 就 就這樣嗎 差不多就這樣 沒有太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反而用減法的蘸酸辣湯喝起來 非常的醇厚 對 這真的是 我 我很高興現在UberEat有這一道 哇塞 我覺得經過這個疫情 真的是 雖然一開始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星穎他們的愛飯團很辛苦 但是其他的呢 這種UberEat 什麼Full Panda 哇塞 超夯的 也是成就了另外一片天下 對 但是也老實說啦 我覺得真的會改變大家的習慣 就是一群人去餐廳以後 以後就可能會看電影一樣 如果你純粹只是看了這個電影的話 你其實可以UberEat完成 但是如果你有社交的目的 當然去餐廳吃更好的 你這樣講是真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現在的UberEat就是叫外賣這件事 連不需要外賣的時候都外賣 對不對 我有一次太陽正大的時候 我有想離我們家大概20公尺外有一家麵店 我在想 我要這樣叫嗎 我還覺得 那送的人可能會覺得太誇張 真的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如果是爸媽還在的話會遭天遣 我們就 建議夭壽 夭壽小孩子 這類的 但是真的就是有些趨勢 一旦來了有點 有些時候有點回不去了 OK我們休息一會兒再回來 好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愛飯團的美少女團長 許欣怡來聊天 其實跟欣怡聊天 經常有的都是她的私房 私房菜 就是你會想聽聽看 就是欣怡她喜歡吃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有你自己的 即使去一樣的店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有啊 是啊 而且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有些美食家不見得自己很會做啦 他有些人是很會吃 他的舌頭 他的鼻子都很厲害 但是有些人他肢子就很會做 像欣怡就很會做 他有時候自己亂作一通 也沒有亂作一通 我都盡量把他搞得複雜一點 是喔是喔 我們覺得連那種 這樣講比較久 你教我那種什麼剩菜啊 拿來回鍋幹嘛 我都覺得好像聽起來亂作一通 但是也還蠻有味道的 對啊對啊 真的很方便 那你不覺得這是亂作一通嗎 不是啊 叫 我們要給他取個好聽的名字 取個好聽的 好好 那是我亂講 不是亂作一通 你要是很講究的 所以總之 那就聽聽看 欣怡他覺得很棒的火鍋是哪些 所以我先把它唸過一遍啦 你覺得除了都一處之外 有十二蘭粥火鍋 對 有橋頭 對啊 周圍 就是稀飯耶 稀飯 但是他把沒有米粒了 對 他變成一個米湯的概念 是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來講 OK好 那橋頭火鍋有段時間很紅啦 還是很好吃 因為他很特別的就是那個 香菜皮蛋 香菜皮蛋 還有他的一些火鍋料 也像 火鍋料 這我沒吃吃過 對 我那時候聽說是說很多帥哥當 當跑堂啊 現在沒有了 是嗎 完了完了下去會被打 還是他帥哥都已經長大了 已經變得大叔了 不好說 這待會再說 另外呢 旺角石頭火鍋 石頭火鍋 在台灣算是一段 早期有點復古feel才有吃石頭火鍋對不對 最近發現這一家我好興奮喔 真的 而且他在西門町的外圍 而且開到半夜好像三點 一點還三點 所以你就可以半夜忽然覺得 我今天 想要喝熱呼呼的 不是想要堕落到底 哈哈哈 你這樣講也是堕落到底 因為回來這個起碼 長兩公斤的肥肉 沒有涼沒有涼 所以還有石頭火鍋 那另外一個是原創花雕雞 花雕雞 的火鍋啊 它是前面是吃乾的 後面是吃火鍋 這個雞還蠻特別的 再來就橘色涮涮鍋 這個我吃過了 這我們心裡還跟毛瑞瑤聊過 好再來一個是淡馬加涮涮鍋 在文化東方裡面 哇哦 這麼高檔 文化東方裡面有涮涮鍋啊 有 而且還蠻好吃的 這是不是飯店裡面唯一一個吃涮涮鍋的 飯店裡面沒有 現在華國也有 華國裡面也叫淡馬加 但是好像兩個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那麼剛好都叫淡馬加 呃 好像在日本這淡馬加是一個 淡馬牛嘛 是一個有名的牛種 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它有一個還蠻大的特色 就是它蠻適合 如果一群人真的要去開會我講事情的話 它可以讓你的筷子都不用進到鍋裡面 就吃完一燉火鍋了 蛤 為什麼 就有人都煮好啦 哈哈哈 就旁邊有人serve你們就是了 是是是 其實淡馬加我覺得它當然是選料啦 它的 呃 不管是美國牛 好 然後 呃 日本牛和牛的選擇都非常的精準 而且它很多其實是冷藏肉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說 欸冷藏肉跟冷凍肉有差嗎 當然有差 像你自己去買溫體豬肉跟冷凍豬肉 當然吃有差 尤其是吃火鍋啊 嗯 怎麼分辨呢 有的時候其實呃真正的 我如果真的我到那很好的火鍋店去吃冷藏肉的火鍋肉片的時候 就是好牛肉 我會把呃 湯先煮滾 嗯 煮滾之後我會關火 哦 關火之後我才把肉片下鍋 哦 這樣子啊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 不要它沸騰的時候就是了 沸騰的時候那個那個你的冷藏的肉 一碰到那個太滾的水 它其實那個血水會一下子逼出來 哦 所以你關火了之後你再放肉片 然後稍微涮幾下之後 如果是冷藏肉它出來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那就比較是比較好的冷藏肉 但是如果一下去 欸馬上就就黑了緊了 那可能就是冷凍過 而且水水都已經出來的冷凍肉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一個辨別的方法 當然有的時候很多冷凍肉也可以做到這種粉紅色 對但你一定要讓它放到常溫裡面 對不對 對 這一點上我覺得先先可以判別 嗯嗯 你可以教大家 還有就是現在其實有很多火鍋店 它也強調它是和牛 也一樣是好像A5等級 來也是油花很漂亮 但是你吃起來就覺得欸不對啊 這肉吃起來就不太像和牛的那種香氣 或是那個刀紋怪怪 就是那個油花的紋路怪怪的 就發現現在其實有很多和牛的 所謂的A5 但是它用的是臀肉 臀肉的油花很漂亮 但是臀肉的肉質吃起來 跟菲利沙朗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屁股那塊肉啊 屁股肉那塊肉啊 屁股肉那塊肉 那看得出來嗎 從油花的分布的長相 看得出來是屁股還是別的地方嗎 嗯 稍微看得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切菲利 其實有一個切菲利的方法 牛約克有牛約克的方法 其實那塊肉的長相形狀是 但是臀肉的形狀都長得不一樣 臀肉就會常常故意切得特別大片 所以豬的屁股 豬的屁股都長得不一樣嗎 牛牛牛牛牛 它跟你的里肌肉當然的形狀是不一樣的 喔這樣子啊 對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最近大家應該也可以判別出來 那屁股的肉吃起來比較感覺怎麼樣 呃 說起來那個肉香有差 因為屁股其實是動的比較厲害的 屁股比較結實嗎 所以燙火鍋不好吃 喔 因為和牛就是要吃它的軟嫩 對不對 對 OK好 所以牛經常扭屁股就是 對 這也太結實 我去講這種事情 有時候也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 我也是最近才發現說 為什麼為什麼 我後來問了一些火鍋豚肉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喔 現在其實有一些trick 然後有一些平家店就會去買豚肉來切 難怪 因為現在實在太流行和牛了 然後所以你就算買一家店都有 然後你就覺得很奇怪 或是剛進來的時候 一片就告訴你說可能要接近千 為什麼現在可以一盤不到一千塊 但是當然有分得很清楚就是澳洲和牛 所以我們講通常極黑和牛就是通常澳洲和牛 還有就是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不一樣 對 而且日本還分幾個地點 特別好的 日本和牛還是差的也比較大的 但是說真話 日本和牛當然很好吃 但是如果做酸酸鍋的話 一個人大概三到四片 也不行了 你還可以三到四片 我吃兩片 我都覺得可以了 真的嗎 因為真的很 有點油 有點油膩 對 但是就是要 如果是和牛的話 最好當然就是那個 要有一個西式鍋的芝麻醬的那個醬汁 或是那種柚子的酸醋 要要要 所以反而 但是其實兩片吃夠了也很好 對 我覺得兩片是結在某個最完美的那種感覺 對 我自己是這樣 因為我吃過幾次 到第三片之後你就覺得 啊 剛才那種那麼完美的感覺 下次帶我去我可以幫你多吃兩片 我都覺得 因此有點被破壞掉 所以我都結我吃兩片 對 所以代馬家我覺得選肉是他的強項 他絕對不會拿那種豚肉的東西來 當然價格也到一個程度 還有就是他有一些活的雪場蟹 是可以現場order的 如果今天有一些財力 欸 想好好吃個雪場蟹 其實那邊 而且他幫你煮 所以就絕對不會煮到過頭啦 這些問題 我們剛一開始是 我們就是要講話很廢對不對 所以從 一路講到那個 所以他是 就是旁邊有人幫你做桌邊服務 是這樣子 有桌邊服務 對 尤其是包廂裡啦 一般的 那可能也有 但是包廂裡也是完全是桌邊服務的 所以就很專心的談你的事情就是了 對 除非你堅持說你要自己動手 否則的話你可以基本上都不用 有點難 因為桌子有點大 哈哈 真的嗎 你就會可能變成那一桌的小妹這樣 哈哈 所以就算你想動手 也不方便動手 也不方便 對 還有就是代馬家有一個特色 我覺得也 也很有趣 這是他們獨創的 就是我們通常不是煮完蟹 煮完牛肉的那個湯 我們會拿來煮粥嗎 是啊是啊 真的是非常好吃 非常鮮美的 像橘色的粥就煮得非常好吃 對 然後它的粥呢 跟橘色味道不太一樣 但是它在煮粥的時候呢 它說為了避免讓那個米粒太糊化 它會同時丟冰塊 那個過程非常可愛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做法 所以它的粥煮起來 真的的確跟橘色味道是不太一樣的 它反而沒有丟那麼多的什麼 蔥花海苔啊什麼沒有 它就是靠那個原來的那個圓湯 然後但這樣的煮法會讓那個湯 變得比較清新一點點 是啊 我們上次去吃橘色的時候 後來Steven跟我們說 真正煮的好的粥 不要放海苔 海苔放了以後那個味道 會跑掉 對 跑掉 就太重了 海苔的味道太重了 我也是不放海苔 但是會叫double的辣蘿蔔乾 我喜歡他們家辣蘿蔔乾 是嗎 對呀 他們配這個小菜超好吃的 OK 好 所以呢這次講到涮涮鍋 我們謝謝兒 再回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和许欣宜來聊天 來聊呢這個秋冬季節 秋天的味道開始出現了 就有點涼涼的 所以吃定火鍋還蠻好的 而且呢最近呢 就是很可能還沒有到那麼冷了 所以呢還不用排隊啊 好我們剛剛聊了這個蒜蒜鍋 吃的是現在正流行的和牛 那我們來復古一下 復古呢來吃個石頭火鍋好了 我真的其實好久好久沒有吃過石頭火鍋 也沒有想到 就腦袋裡面閃過火鍋 沒有閃過石頭火鍋 而且我還很好奇 到底石頭火鍋什麼叫石頭啊 因為它的那個要炒香嘛 炒香的那個它不能用鐵鍋炒 所以通常都會用一個比較厚底的 像那種石頭鍋的那個鍋子來炒 它的火力比較均勻 通常我們會炒一些什麼 紅蘿蔔啦洋蔥啦 有時候還會丟一點點蝦米啦 芝麻啦 你說那個湯底是這樣子做的是不是 不是 它會在你桌上炒啊 其實火鍋的炒香是在桌上炒的 我都忘記了 真的嗎 我剛小時候有吃過 你沒有吃過 我長大都沒有吃過 可莉亞餐廳嗎 我這樣才真的有年紀的人 可莉亞餐廳 以前小紅莓火鍋城也是有炒的啊 他會先問你今天要沙茶還是石頭 是喔 那你這樣講讓我覺得那是一個台北人的記憶 你今天是把我推坑變老人是不是 不是那是一個老的台北人 還不是說老人 還是老的台北人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對於石頭火鍋的印象是台北的可莉亞 啊 對 可莉亞在台南沒有啊 好吧 我怎麼不記得台南有 除非台南沒有啊 OK 好啦 所以那真的是很炫的東西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是時髦的 哇塞 當初時髦現在變復古了 也是一種時髦啦 因為現在流行復古 好啦 那現在自己家叫做旺角 它在西門町的外圍 那我其實找到它的時候我還蠻興奮的 因為這家店呢 它就 因為那個區域的關係 就充滿了很年輕的荷爾蒙的味道 客人都非常年輕 然後它也有吧台也有桌子 但是吃的是非常復古的石頭火鍋 但是它的口味是講究的 尤其我喜歡它的沙茶醬 它的沙茶醬還是那種潮州沙茶醬 是老闆特調特別炒的 不是外面買的那種一般的工業罐裝的沙茶醬 所以那個沙茶醬 你知道吃石頭火鍋又有沙茶醬打一個聖誕下去 大把蔥花有沒有一點的蒜泥 拿來沾醬真的過癮 台北也有那個清香系列就是沙茶火鍋 但是它沒有炒 其實以前沙茶跟石頭是兩個門派 沙茶火鍋的店是不炒鍋的 但是旺角很好玩 對它來講那個復古的兩件事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就萬劉歸宗的意思就是了 以前分兩派現在合在一派 而且呢 都是復古派 現在吃這樣的火鍋它還是單點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單點 我很怕吃到飽 那個材料其實都有時候有一點點 對我也不喜歡吃到飽 有時候會有一點不夠那麼講究 就覺得只是為了大家好像來抓回本 那有點可惜 所以它還是單點的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封簡遊人 你很好 你今天很想吃很好的肉 你可以點很好的肉 但是你也可以吃它一個什麼大眾鍋 那種也可以 對 那是以前的石頭火鍋沒有沙茶 是這個意思嗎 以前的其實石頭火鍋比較不沾沙茶 比較不沾沙茶 所以這樣真的是兩個二合一了 有點這樣子的 對 你像那個像清香他們就是不炒的 清香以前第一 紅樓那幾個火鍋都是不炒的 對 OK好 所以這個旺角就是它可以有炒 它有炒 變成說一開始也是桌邊服務 就幫你炒 有它會拿那個鐵的那個圍鍋的那一圈有沒有 就問你要炒什麼肉 你要先叫一份肉 它才幫你炒嘛 因為那個炒就要下肉 先叫一份肉來 然後把東西弄好 圍好 它有時候還會給你一個紙巾 讓你圍著不要溅到油 然後就開始啪啪啪 炒起來 然後其實很香 然後那個熱湯一澆下去 很快就可以開始吃了 OK 這天很有聲音 很有畫面的感覺有沒有 對 尤其半夜太療癒了 真的 真的是我覺得這個是 很有互動感 很熱鬧 而且它也有那種個人的 一圈吧台那種 所以其實 它也幫你炒 一兩個人都可以吃 對 這樣子OK好 那它的料呢 在它這個整個炒過 然後沖了湯進去之後 它的料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多單點 多單點 它的那個就是那些 魚腳蝦腳類的東西 也做得相當好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定的量 所以它現在那些東西 有些就不是外面那種 買的冷凍的東西了 這樣子OK好 所以我後來發現呢 徐靖是個喜心厭舊的人 因為有了這個 旺角的石頭火鍋 說充滿了荷爾蒙之後 它就不太 重於那個橋頭火鍋了 但是我還是要聊一下 橋頭 橋頭好歹在幾年前也是個 橋頭也是復古了現在 真的 幾年前看幾年前就是復古了 好歹也是有小鮮肉等級的好不好 橋頭也快二十年了 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啊 橋頭 為什麼叫橋頭你知道齁 當初那個橋嘛 復旦橋 復旦橋 復旦橋拆了有沒有二十年 我只有查一下 是大概起碼十幾年是電影 差不多啊 所以橋頭也大概二十年了 天啊 所以現在的小鮮肉們 不知道復旦橋對不對 不好說 哇 你這樣講真的是 所以它叫橋頭火鍋 你知道為什麼會問你這個問題嗎 因為上次就有一個年輕的朋友就問我說 欣姨姐為什麼橋頭火鍋要叫橋頭 我想說你為什麼問這麼白癡的問題啊 後來知道他們真的不知道復旦橋 真的 他說為什麼叫復旦橋 有復旦路嗎 我也想不對啊 就在巴德路上 為什麼叫復旦橋 為什麼 對啊 不過因為台北是以前很多跟大陸有關的地名嘛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有關啦 所以復旦就在上海嘛 上海 對不對 他不要講橋頭是高雄橋頭就好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通常橋頭都有地理的一些名詞 為什麼這個地方 這真的以前是一個有橋的橋頭 OK 但我覺得大家對於自己身邊的腳下的這個歷史 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雖然他已經拆了十幾二十年了 拆了橋頭還在 就是就是 所以火鍋也還在 那橋頭其實他最有趣的是 他其實是一個香港師傅開的麻辣火鍋店 然後梁師傅梁正葉師傅其實也是一個料理人 然後他自己炒辣醬 然後我覺得橋頭最有趣的也就是他的這些香港的背景 像他裡面非常好吃的火鍋料 像是撈麵 那種細撈麵 以前是只有做雲吞撈麵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其實煮麻辣鍋非常合適 因為他在那個油鍋裡面不會煮的就爛掉 不會有那個澱粉的釋出 所以不會把鍋弄灼 湯也不會活活的 對 但是他又非常的吸那個麻辣的香氣 那就很適合 還有他的鮮蝦雲吞 他的鮮蝦雲吞是那種黃色帶鹼的那種皮 那個也非常適合煮火鍋 對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就讓他的火鍋就有一些些的特色 對 你這樣講我想起來我們剛剛開始跑新聞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台灣的火鍋是流行港式的 有啊港式火鍋流行過好一陣子 有一兩家好有名喔 那時候還沒有橋頭 其實現在還是有像阿關就是港式的 在很多的地下街都有 對 小吃的Fuco都有 所以港式還是一個門派 對 還是一個門派 但是一個門派 OK好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講的橋頭 橋頭的麻辣也是厲害的 但是他跟川味的麻辣有小小的不同 其實我覺得他有時候比川味的更辣 因為他不麻 他其實有時候會更辣 但是他的中辣我覺得比別人的大辣有時候還要辣 大家要小心服用 所以這個要特別提醒一下 可能是挑戰廣東人的耐力吧 嗯真的真的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再回來 好回到來訓時間 繼續來現場邀請到的美少女團長 這個徐欣怡來聊天來聊火鍋 我們補充一下 剛才呢妻子幫我們查了 這個復旦橋什麼時候猜的 1991年 29年前 那時候我們生了嗎 就是啊不知道 可能還含著奶嘴之類的 天啊 真的時間過好快喔 29年了 真的是瘋了 一個小孩子生出來都已經到了快30歲了 我不了了 好啦 繼續復古下去 最後一個聊 花雕雞有在做火鍋的喔 花雕雞很可愛 花雕雞其實那時候好像是 店名嗎 店名叫原創花雕雞 店名叫原創花雕雞喔 好像最早是台灣的一些外景節目的主持人 去做那種什麼大陸巡奇啊 巡片天下那種節目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有這樣的吃法 就覺得這樣的吃法應該很適合台灣 就把這東西帶回來 然後我其實去吃我覺得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創意 它其實有分乾鍋跟湯鍋 但是呢它不是你選二則一 他們說現在小孩子才做選擇 他們不做選擇 他們只是先乾後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先用雞肉 好半份一份的雞肉 然後有非常多的蔬菜 然後加他們的那個花雕的那個醬汁 跟花雕酒 然後先炒一個乾鍋 那乾鍋裡面可能就有非常多什麼 青椒啊紅椒啊洋蔥啊 菇類啊跟雞肉炒的香香辣辣的 有點像一個不是三杯雞 但是就是那樣一個乾鍋雞的一個概念 大家就先吃肉 我記得不是有一家川味的火鍋店 也有所謂的乾鍋跟濕鍋嗎 沒有沒有那個乾鍋是沒有辦法加湯的 我剛剛講吃完這個乾鍋 把這個雞肉大家吃得差不多之後 他們就說可以加湯了嗎 好玩了可以加湯之後呢 就另外拿一個menu給你 就開始點湯鍋的料 就用剛才炒雞肉的那個醬汁 加了高湯之後變成一個火鍋了 你就重新可以涮肉片 涮豆腐什麼什麼 所以它其實有兩層式的吃法 那它這樣湯就這樣子辣辣的 我微辣 你可以前面可以多辣一點 可以少辣一點 就等於自己來料理自己的湯喉 有這個概念 其實它前面是要幫你炒的 對阿 前面是要幫你炒的 你要炒成什麼味道 它後面是壞的什麼湯嘛 對對 你可以加辣 你可以那個 但其實這個吃法就是 你前面可以吃到一些雞肉 而且我覺得花雕雞最好的是 我其實吃花雕雞 吃比火鍋更多的蔬菜 因為你通常吃蔬菜 不就是高麗菜白菜 然後後面點的葉菜 沒錯 它這裡面吃了非常非常多的青菜 包括前面的乾鍋跟後面的湯鍋 都可以吃很多的青菜 而且因為它的湯味道比較重 對 因為我覺得花雕的味道 對所以你後面下不管什麼豬血糕啊 這些東西都非常好吃 是喔 欸花雕酒 是不是黃酒 它是黃酒 所以它的味道配豬血糕適合喔 沒有它其實它那個醬料 它其實重要的是那個醬料 那花雕酒只是那個醬料裡面的一點後味而已 它有放花雕酒 但是酒並不是主要的味道 OK 因為如果酒的話其實後面 尤其花雕酒會帶點酸度嘛 那其實煮火鍋不好吃 它主要是那個醬料 有一個香辣醬料 那個很好吃 這樣的OK 甚至你們想到 想不到喔 那個湯鍋最後煮馬鈴薯都好好吃 有燉東西的感覺了對不對 那是一個半濃湯 已經不再是火鍋那種清湯了 這個真的還蠻有特色的欸 對 可是其實 那要重口味喔 不好意思說大概也有個十五年了 是吧 我就說也是個復古吧 但是我是覺得偶爾去吃吃 而且香香辣辣的一群人 還蠻開心的 而且這就是一個 比較另類的火鍋了 對呀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介紹的 不一樣的火鍋 而且比較有特色的嘛 否則一般來講的話就是 蒜蒜鍋 蒜蒜鍋 或是麻辣鍋 先跳過 對不對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對你剛剛講的那個 粥火鍋很好奇欸 十二蘭的粥火鍋 其實粥火鍋 在香港台灣 其實現在上海 上海也很流行 那粥火鍋其實是 比較是潮汕型的 他們就是有時候 你就潮汕 潮汕 對 潮汕他們那邊的做法 就是有一個好的 粥的湯底 那為什麼要用粥湯底 也不用高湯湯底呢 其實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時候呢 你的高湯如果不夠濃郁的話 你的那個肉片下去 你的鮮味會被那個湯帶走 你的肉的 就是你的 為什麼我們說不用白水燙牛肉 要用高湯 用火鍋湯來燙牛肉 因為那個有一定的濃度 所以你的肉下去的時候 肉片的鮮味不會被湯帶走 反而是enrich那個肉的味道 這樣子啊 對就是有它的那個 逆滲透的那個那個關係 那粥底火鍋 逆滲透呢 滲透滲透 是有滲透的關係 是有滲透的關係 真的真的 所以在用粥火鍋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湯裡面 不用那麼多的蛋白質 跟我們所謂高湯 其實都有點普林的東西 它其實粥不需要這麼多 但是還有一定的濃度 所以你一樣可以涮肉片 或是涮海鮮 但是它的 你不一定要最後喝那個粥 但是那個東西 會讓你的海鮮跟肉片的味道 還保持得非常好 OK 那它那個粥裡面 真的有米嗎 應該叫五米粥 就是它其實像是一個 把米已經打爛了 五米熱的概念 把米已經打爛了 都已經稀釋過了 但是粥是有鮮味的 就有點像麻 是麻 很稀很稀很稀的麻 比較稀的麻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那其實有些這樣的東西 燙很多東西很好吃 比如說你燙豆皮非常好吃 燙高級海鮮燙鮑鮑魚非常好吃 燙象拔棒非常好吃 乾貝非常好吃 需要鮮鮮的那種東西 對 尤其是喔 你如果是高湯燙乾貝 跟粥底燙乾貝 粥底燙乾貝 絕對比高湯的好吃兩到三倍 因為它不會讓那乾貝一下鎖水 更潤的感覺 而且它的控制的溫度 它也不會到100度頂沸 它會是一個 因為它有點粥 對 它有點粥底 所以它大概就是維持在 可能90 95度那樣的溫度 所以其實在肉也 比較容易保持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粉紅色的 一個溫度 這樣子聽起來 這個好像也蠻值得去試試看的 但是自己家裡當然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 你自己用乾貝或是雞湯熬了一個粥 剩了一點點 你其實可以加點水 拿來做個粥底火鍋試試看 好 所以這叫十二蘭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今天介紹非常多的火鍋 是不是大家開始覺得 有點蠢蠢欲動了呢 好 祝你吃火鍋愉快 拜拜 謝謝 拜拜